直接横跨路口狂奔 这名衬衫男也顾不了危险 在追人 因为他被当街抢劫 而抢匪是这名白衣男 手上的背包里面 就是刚抢来的现金 躲进公园内消失不见 被害人当时报警求助 说自己在台北市民权西路上 被人持枪行抢 金额高达100万元 只是这名被害人 他一直没有办法交代清楚 这100万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当下警方就看得出来 他其实是诈骗车手 而被抢的是赃款 不过他们并没有先戳破他 决定要先去抓抢匪 张姓抢匪没多久就落网 但只追回了11万多元 警方也寻现追踪到幕后主使 是这名黄姓男子 而他竟是同集团车手干部 集团内鬼社局黑吃黑 原来这个集团 已经派出了车手交易第四次 前面三次分别拿走了 60、180、310万元 都是不同的车手前往 而这次被抢的25岁蔡金车手 是第一次上场 要拿100万 当时在场负责监控的造水者 黄姓干部 他就是策划抢案的内鬼 找了两名集团外人士 联手社局黑吃黑 抢走车手身上100万 坐着坐着坐着 由于这个诈骗集团 警方早就监控了一阵子 不止抢案 连其他诈团成员也接连被逮货 总共有8人落网 其实一开始 黄姓干部也曾被集团怀疑 是不是他做的 他没承认 如今确认就是他窝里反 策划抢案 还连累整个诈骗集团 TVBS新闻 我觉得关系太不多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